好, 今天非常歡迎Donny, 欣子丹 你也是香港打比大賽的 宣傳大事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大賽的來臨呢? 不如Donny, 和各位觀眾先說好 大家好, 我是欣子丹 其實一如以往 今年繼續有很多很強勁的賽區 去報這個打比大賽 不過說到馬匹 其實去年我記得你在訪問裡 說對賽馬其實不太深認識 但是自從你養了宇宙車神之後 會不會對賽馬運動加深了解呢? 其實我不是說… 知道多了多少 還是純粹是學習階段 學習階段 最重要是學習精神 是, 但如果說到學習 你會不會在藥汗芒芽身上偷絲呢? 他不會教太多東西給我 他保持一些厲害的秘密 都在自己身上 最重要是幫我訓練到好的馬 起碼幫我練到我的馬 拉三次頭馬 對, 很少看到你進場拉頭馬 就算是真的 沒試過嗎? 還是不要去 那時候說了 你知道宇宙車神的性格如何嗎? 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可以分享嗎? 我想也叫他宇宙車神 當然有點…顧名思義的名字 像我有點兒子 是的 要夠快, 夠有衝勁 夠拼貨 夠拼貨 不過你說也是 你說養馬要有四大因素 最重要是有型、英俊、有速度 還有最重要是會贏 其實最重要是最後的, 會贏 不過你說會贏 其實宇宙車神已經贏了 暫時來說三場的頭馬進彰 但是說說這三次宇宙車神的贏馬 分別有三位不同的騎士 有其普敦、潘頓和貝湯美 其實你覺得他們是不是各有特色? 各有特色… 最重要是我覺得這隻馬很奇怪 哪一位騎士上去都能夠贏 不過現在最重要是宇宙車神 都符合你四樣的要求 是… 我又想問一下 近年你跟很多位不同的影星合作過 有沒有哪幾位的感覺特別深刻? 其實跟每個演員合作 都有不同的感受 因為每個演員都有自己的性格 或者是他做事的方法 其實好像跟馬一樣 每個都是很優秀的演員 也貢獻了很多好的電影給我們看 就是有Vin Diesel的電影器路 姜文的電影器路 所以我跟他們合作 都用不同的方法跟他們交流 也在他們身上得到不同的東西 對, 其實大家最想知道 譬如雲迪素 你是打的 他也是很健碩的 是 大家在離開的時間 是否大家都會切磋一下呢? 其實我跟他們是很聊得來的 但我們通常都不是說太多電影的東西 是家庭的東西 因為他跟他太太、女朋友 還有兩個兒女 有時他帶他去現場 我太太來探望我 也帶我兒女 大家互相去吃飯、去玩 反而電影上的東西 還是留在片場 我們片場也很專業 各有各的角色上的把關 自己的角色的崗位 不過你提到家庭 也知道你非常著重家庭 你跟姜文最近的合作 也是跟家人有關的 是… 姜文也是第二次合作 之前幾年前跟他合作 馬文祥, 他去演曹操 當時第一次合作 反而沒有這次拍完這部合讀一號 《Star Wars》 這次跟他很有默契 一來我跟他在片場過了… 總共有七個月的時間 花了很多時間拍這部電影 每天都在片場 跟他兩個中國人… 交流一下戲路 不是, 簡直很苦悶 很苦悶? 我們很想念家 他想回北京, 想回香港 對, 更加深不沉的 已經超越了工作上的夥伴 變成一個好朋友 不要緊,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不斷地拿電話也變成親人 不過說起來, 其實香港打給大賽 有些四歲的新星出來 如果結合電影中跟你合作的演員 有沒有這麼有可能的年輕人 特別你覺得可以提攜一下? 我不敢說提攜的 我覺得無論你在這一行 拍了多少年戲或拍了多少部電影 有時新的演員 也可以在新的演員裡 可以得到啟發、刺激 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剛剛傳了一字, 殺青就是… 追龍 追龍 裡面有很多很好的演員 姜浩文、劉浩龍 還有我公司簽的演員, 余康 他們都非常有潛力 也都很期待他們為我們香港電影 繼續去發光發亮 嗯 嗯